欢迎来到陈氏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北京文艺广播又整活了 他姓肖 社大雕 北京文艺广播近期再次展现了其独特的创意和眼光 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别出新材的视频剪辑 以及他姓肖 社大雕 这部14秒的精炼Vlog 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精湛的剪辑技巧 将肖战这位青年演员的高产高致表现的淋漓尽致 不得不说北京文艺广播实在是太会整活了 说起来 肖战已经成为了众多观众心中的实力派演员 在腾讯认证的三部爆款剧集中 肖战主演的《梦中的那片海》《玉古瑶》均榜上有名 不仅如此 他主演的新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还未杀清 另一部作品《藏海细林》又传来了将于11月开机的消息 这样的高产高致 不禁让人感叹肖战在演艺事业上的不懈追求和才华横溢 视频中北京文艺广播以独特的视角和剪辑手法 将肖战的多个角色形象以及一些日常生活片段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通过短短14秒的Vlog 观众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肖战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完美诠释 无论是他在梦中的《那片海》中饰演的肖春生 还是在新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塑造的郭靖形象 都展现出了他对角色的精湛演技和独特的个人魅力 在这段视频中北京文艺广播通过精心剪辑和制作 将肖战在不同角色中的表现进行了精彩的呈现 视频中的文案更是充满了对肖战的喜爱和对他的高度评价 他姓肖 致敬金庸 飞身上马射大雕 他姓肖 侠之大者 最帅郭靖他塑造 他姓肖 反插蒙 在内蒙下班蹦蹦跳 他姓肖 期待春节能看到 明年更比今年好 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梦中的那片海》 是肖战主演的一部《年代情感剧》 讲述了一群北京青年在新时代的成长历程 在这部剧中 肖战饰演的肖春生在面对人生的种种困境时 始终坚持自己的初心 不畏困难 勇往直前 他的坚韧和勇气不仅感染了身边的人 也让观众深受感动 正如他在杀青之时感慨的那样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当然了 通过这部剧 我们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肖战作为演员的实力和魅力 他对角色的理解和诠释不仅准确到位 更能够赋予角色独特的个性和情感 正是这种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完美诠释 让肖战成为了众多观众心中的实力派演员 除了梦中的那片海 肖战还有许多备受期待的作品 即将与观众见面 他的新电影《射雕英雄撰侠之大者》还未杀青 而在另一部作品《藏海细琳》中 他将挑战全新的角色和表演风格 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他的高产高质 更证明了他的演技和表演实力的全面提升 最后 想说的是北京文艺广播的这段视频 无疑是对肖战的高度赞扬和肯定 他以简洁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 展现了肖战的多样性和才华 而肖战作为一位优秀的演员 他的努力和坚持也是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的榜样 让我们期待他在未来的作品中 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国际媒体曝光肖战风衣大片 盛赞肖战精致成熟 率出新高度 近日 肖战代言的国际大品牌Gucci 分享了肖战一系列大片 国际媒体也曝光了肖战的风衣大片 让我们见到了另一种风格的肖战 被夸赞非常精致 成熟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的风格多种多样 甚至可以变幻莫测 每一次都可以帅出新高度 魅力不减当年 据悉 国际媒体曝光了肖战的风衣大片 夸赞肖战精致成熟 特别是肖战的侧颜和气质 实在是没得说 肖战太完美 不知道是多少粉丝心目中 梦寐以求的另一半 率出新高度 魅力无法抗拒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的实力和品质不用多说了 都看在眼里 肖战的颜值也是数一数二 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特长 非常厉害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也都被肖战迷倒 怎么能有如此优秀且充满魅力的人 追随肖战这么多年了 从来都没有感到厌烦 肖战时时刻刻都有着新鲜感 散发着无穷无尽的魅力 欲罢不能 当然肖战更重要的是实力派演员 出道至今这么多年 肖战陆陆续续为我们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经典之作 过目不忘 总之恭喜肖战 也感谢这么多媒体和观众朋友们 对肖战的高度认可 还是那句话 公道自在人心 肖战是什么样的人 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不可避免肖战会让更多人嫉妒 造谣和诋毁屡见不鲜 没有关系 这些不可能影响到肖战的发展状态 肖战未来可期 经典足以名垂青史 肖战玉古瑶再获两项大奖 成唯一爆款 近日 肖战凭借主演的一部经典之作 玉古瑶再次获得了两项荣誉大奖 这样的经典之作可以说是名垂青史 在电视剧领域玉古瑶有自己的一页篇章 值得一提的是玉古瑶还被评选为2023暑期档唯一爆款 在这个电视剧日益繁荣 优秀演员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肖战主演的玉古瑶依然可以取得佳绩 非常牛 据悉 肖战带来的经典之作足以名垂青史 凭借主演的一部玉古瑶 一口气收获两项大奖 先是被评选为2023暑期档唯一爆款 紧接着只是官方开售的首办 首月销售额就突破了千万 肖战毫不夸张就是摇钱树 选择肖战的结果就是赚得盆满钵满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确实有这样的实力和号召力 肖战作品Y质量有保障 也能够带来超高价值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也都为肖战点赞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肖战从始至终都没有让观众失望 一直都在打破记录创造历史 肖战实在是牛 如今的肖战 仅剩下一部新电影《射雕英雄传》了 春节荡上映我们不见不散 总之祝贺肖战 作为心心念念的小飞侠 大家的态度非常坚定 支持肖战 期待肖战接下来的舞台和作品 临近跨年和春晚 也非常希望可以等来肖战的跨年和春晚舞台 期待肖战和我们大家一起跨年 迎接崭新的2024 肖战未来可期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